大家好 我是肖肖 溫州人 今天為大家分享一道家鄉美食 溫州糯米飯 軟糯又香脆 跟平常的吃法不同 它是拌的 而不是炒的 首先 糯米和香菇提前三到四個小時浸泡 乾香菇的話四五朵就好 香菇水流用 肉糜也提前醃製 我喜歡用肥瘦比例3比7的豬腿肉 加料酒 醬油 鹽 拌勻後放冰箱裏冷藏兩個小時 接著把泡好的糯米瀝乾 在蒸籠裏鋪上紗布 平鋪糯米 大火上汽後 蒸30分鐘左右 在蒸糯米的同時 我們來做肉湯 泡好的香菇切成小粒 蔥 薑 蒜 切成末 油條也切碎 備用 熱鍋起油 下蔥白 薑 蒜 煸香 下香菇末略微翻炒 再下肉末 炒到變白的時候 適量加料酒 醬油 鹽和糖調味 最後加入香菇水 大火煮開 再沸騰半分鐘 關火 在碗裏盛上熱呼呼的糯米飯 澆上足足的肉汁 撒上油條碎 蔥花 香噴噴的味道 絕對讓人難以忘懷 糯米飯應該是溫州人早餐的首選了 傳統的糯米飯 一般都是用那種大的木桶來蒸的 而且一般會配豆漿和湯 在糯米飯上撒上油條碎呢 應該說是溫州很普遍的一個做法 如果說喜歡更酥脆的口感 可以將油條再複炸一遍 在溫州的一些地區 還會單獨把油條和紫菜做搭配 再用開水沖成紫菜油條湯 作為配湯 蒼南地區的吃法又會比較特別 在炒肉碎的時候 會比較喜歡加一些豆腐乾碎 而且最後在糯米飯上 還會喜歡淋上一些蔥油 這樣吃口更香